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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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今天製作這個影片 是要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 86 我們上禮拜五 86的影片為什麼忽然就下架了 那首先這個要跟 前車主道個歉,因為他那時候 當時有交代我說要用馬賽克 那我這個忘記 幫他處理馬賽克 所以我這邊跟 86的前車主 道歉一下 不好意思,對不起 所以我們也緊急的先將影片下架 那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關於很多網友 在上面講到的這個 價錢的問題,年份報錯的問題 那其實我當下的時候坦白說 我其實有一點不開心 我第一開始得知這個 年份差異的時候 結果後來他在深聊之後 我發現車主不是有意的 那也是我們這個粉絲之一 那他當然我後來 相信他不是有意 要故意謊報年份 欺騙我下去 那之後所以我有繼續跟他 進一步的洽談在價錢上面 做一個討論這樣子 那這個 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說今天我身為一個 專業的這個 二手車達人中古車商 當然這一台車 我覺得 我會想買 我才願意用這樣的價錢跟他買 啊買賣本來就是雙方面合一的 狀況才有可能成交啊 對不對,如果我真的覺得說 被騙啊 或者是車真的太貴啊 那我當然站在我立場 我會寧願再帶一趟高鐵回去 也沒有關係 或者是我就 處理Q30也沒關係啊 所以我倒認為沒有所謂的什麼 詐騙啊 然後這個 騙我下去這件事情啊 有時候買賣是這樣 那當然我自己也有疏忽啊 我應該可以提前去 請他傳個行照啊 確認一下年份啊 那基本上大家是站在一個 互信的原則啦 我是這樣認為啦 所以我沒有想太多 就直接下去 其實 以往很多這樣的影片 我們都是這樣處理的 有時候 並不會 叫人家把行照 拍照床 畢竟有時候裡面有些個資啊 還有馬賽克什麼也很麻煩 所以我們都是站在一個 互信的原則 我也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 都是 非常善良 坦白話講 所以我都是站在很 很相信互相的立場 不過我覺得 而且在一個 這個86的車主 他都能夠把10萬放在車上 可想而知齁 這個真的是 有時候會比較少一根筋 但我覺得這時候還OK 大家出來做生意交朋友 我倒覺得 讓他受到這種 類似這種 網路留言的 他覺得啦 他覺得可能霸凌的這種情形 我也要覺得 對他很不好意思 那這個也反映 因為我知道這種 網路被留言 被留言的這種感覺 我坦白說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呃 胎壓偵測器的部分 他有說是因為 他換了旅圈 所以他使用的是另外 自己加裝的 另外品牌的 胎壓偵測器 所以原廠的才會是亮著 但是我看到的顯示幕 是他後來加裝的 胎壓的顯示幕 所以原廠的胎壓燈才會亮著 因為他已經把 原廠的胎壓偵測器 廢掉了 好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倒覺得 我當然知道粉絲朋友 都是站在我的立場 為我好 為我著想 所以做這些留言 那 我這次就緊急把這個 片子先下架 還為了避免 人家這個 因為我也忘記人家打馬賽克 是我們錯在線 好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用這樣子 緊急處理 好不好 那這個以後 小吃汽車生活頻道 會更加注意這個 觀眾朋友的隱私權 還有這個 剪輯上面也要注意啦 就是不要 讓人家誤以為 車主是這個惡意的 欺騙我們下去 那我覺得 畢竟我們的影片 是希望帶給大家歡樂 對不對 那看這次的事件 如果讓我們又少了 好幾個粉絲 我也會覺得 很難過很過意不去 好不好 那先這樣 謝謝大家拜拜 他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努力 拜拜